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地走在正道上 不断地穿透洞察 而去向究竟的实相 这就是你借着内观禅修所做的 点点滴滴一步一步 你继续不断地分离剖析分解消融 从表面的实相到究竟的实相 因此仅仅是阅读和听闻经典 不应该成为你生命的目标 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所有现在使内观禅修中心 不断地展开运作的人 和未来几个世纪将继续做这些事的人 他们必须非常小心 内观中心毕竟就是内观中心 内观中心成立的宗旨 是要实践Badhi Bhatti和动见Badhi Vedang 以实践的修行去发展修索成会 也就是你自己所测见清正的智慧 从最初的到最威系的都是你自己的智慧 靠着你自己的经验 你发展培养增上了智慧 这才是这些内观中心的目标 内观Vipassana是怎么样示传的呢? 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是 人们开始只重视内观理论的部分 只重视经典 他们因为读读了佛陀的开示 读读了全部的三藏教点 Dipitaka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把全部的三藏教点背下来 他们觉得很满意 哦,我的生命目标实现了 并且也经由不断地讨论、辩论、争辩 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的 不是那样子的 不,不,应该是那样 不是这样的 这是经过了几个世纪之后 仅存的,可以看到的情况了 实际的修行没有了 困惑、混淆变得普遍而盛行 如果不实修 就无法了解觉悟的人所说的法 他的字字句句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 他不是为了教导别人而开示 他只是在引导别人 这是我彻见的亲政的实相 也是你所必须彻见亲政的 所以,如果你不亲见实相 只是开始玩着文字和经典的游戏 就会成为很大的障碍 因此,内观中心是仅仅为了禅修而设的 我们现在研究的这部经典 这未来的一周每天都会用到 但是要知道 我们研读佛经的用意只是为了得到 关于佛陀想要我们做什么 和如何修行的启示与刀引 而实际的练习仍然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实修 我们绝对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此外,大家要了解 我们不是在贬低理论 巴里亚底的价值 我们不是反对经典 我们不是反对佛陀所说的话 我们怎么会反对佛陀所说的话呢? 对于一个依照佛陀的教导来实修的人 他怎么可能反对佛陀所说的话呢?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文字 当作生命的终极目标 实修才应该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当然,我们是非常感激的 非常感激那些能够将佛陀的内观修法 保持纯净面貌的深重 由于他们 我们才能接触受用到这个这么好的禅修方法 我们非常感激 否则,就像其他的地方一样 它也会在很久以前就失传了 至少有一个传承 延续保存了最初的纯净 所以,我们才能碰到这个修法 同样的,我们也对那些修过或没修过的人 发出由衷的感激 至少他们世世代代保存了佛陀所说的字字句句 过去这二十五个世纪 从老师到学生,师师相授 他们把这些文字保存了下来 于是到了今天,这些文字还能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 因为无论我们修什么 问题也会不断地升起 这真是佛陀的教导吗? 佛者真的要我们像这样做吗? 如何证明它是这样的呢? 唯有借着保存原始纯净风貌的文字 才有可能做到 这些觉得自己有责任延续佛陀的文字 并且完整地保存了这些文字的人 他们称为持法葬者 他们就像守护财宝的人一样 世世代代十分安全地保存了佛陀的经典 我们感激他们 现在,我们将两者配合在一起 我们了解理论巴里亚底 佛陀教导的文字 并且实际地修行巴地巴地 在实修当中,我们得到更多的自信 并且知道,我现在所修的就是遵照佛陀 要我这么修的 我用了正确的方法 在这七天当中,我们会用到这部经典 未来并不一定要每个学生去研读过所有的大藏经 所有佛陀的文字 如果有人早时间把全部的大藏经都看过 那很好 每个字,就像我说过的 都有如甘露一般 对内观禅修者而言 字字句句,都像佛陀正在引导我一样 就像佛陀正在对我说法,引导着我 耶!你应该这样修 你应该这样子来了解 它变得清楚而且具足启发性 然而,我说并不一定需要研读所有的大藏经 即使一个人只了解几部的经典 那就够了 佛陀说过 甚至一句一记 如果你能正确地了解 并且根据它来实践 这就足以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 Bariyapti 这个字 字面上的一个意义 以梵文或印度话来说 我们说Bariyapti 是足够的意思 只要任何足以启发你去修行 而达到最终的目标 就叫做Bariyapti 一部经典是足以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的 甚至一个祭颂 一句诗句 都足以带你到达终点 对一些人而言 则需要更多的经典 才足够启发他们到达最终的目标 但是 唯有你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在这个正道上 才能到达最终的目标 因此 不论现在或未来 在这里或全世界其他的地方 要管理像这样的内观禅修中心的人 我必须提醒他们 对于这个内观中心来说 实修永远是主要的教导与活动 而每个禅修课程 晚上都有开示 你会听到一些关于佛陀所说的话 这些话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怎么修 正确的修法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修 在知识的层面上了解这些事情 并且对目前我们所采用的修法 产生极大的信心 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晚上有开示 为了这个目的 才要讲理论 这样的禅修中心 可以选择几部的经典 在晚上的开示当中 加以研讨 让学生在理论的层面上 能够明了 但是绝不应该变成主要的目标 否则这些禅修中心 就变成了 巴利亚地理论中心了 而成为教导三藏经典 以及学生只是不断地讨论 读诵辩论经典的地方了 只是玩着信仰上 感情上 或是知识上的游戏 而不实修 将会是很大的不幸 不应该让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我们要明白 当我们读诵这部经典 应该正确地去了解 实修层面的意义 正确地去了解 巴地巴地和巴地违当 实践和动见 走在正道上的每一步 都要正确地了解它的道理 才不会走偏 如果不走偏 我们就可以一直在这条正确 直接通往最终目标的道路上前进 而不会把时间四处地浪费 浪费在不重要的问题上 要能真正地走在这条正道上 唯有对这条道路正确地了解 于是 每天晚上我们读诵 听闻佛陀所说的话 而在实修方面仍然是一样的 现在你们正在修 阿纳巴纳入初习观 继续把时间用在观察呼吸上 观察气息进出的实相 这就是撒地 你正亲见着实相 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本书上 你的老师或佛陀这样说 这是自然的现象 一个活生生的人自然的现象 只要我们活着就会有呼吸 你正亲身看着这个气息 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 它真实的样子 不是要你做呼吸的练习 或是去调整呼吸 而只是观察的呼吸 不断地观察它 所以当你观察的 如你所观察的 当你亲自见到的 如你所亲见的 你的心就变得专注了 自然的专注了 呼吸变得越来越短暂 越来越微细 直到气息一出去 马上又进来 才一出去又开始进来 你不用做什么 只是保持觉知 有时你感觉呼吸 好像停住了 感觉对氧气有所需求 自然的 一个大大的气息吸进来了 你继续保持觉知 气息又变得越来越短暂 越来越微细 接着又是一轮的开始 你感觉呼吸停了 然后再一次 又是一个大大的气息 如果是一个大的呼吸 你就觉知是一个大的呼吸 长的呼吸 如果它是短的呼吸 你就觉知它是短的呼吸 短的呼吸 你只是保持觉知 觉知它本来的实相 当然 有时候呼吸变得太微细 你不能够感觉到这个呼吸 这个时候 就像一往一样 可以故意地加重几个呼吸 但 这仅仅是为了帮助你达到 开始能够感觉自然的呼吸 如实地感觉气息的进来 如实地感觉气息的出去 如实地感觉自然的呼吸的实相 感觉自然的呼吸